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著名的旅遊作家兼網絡紅人康明生 昨晚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犯下了嚴重低級錯誤 再一次被人斷政是藍扮王 讓成了公關的災難 到底發生什麼事 事源在昨晚的11點多 康明生在自己的Facebook專頁那裡 用錯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去飾演路人留言 讚揚自己 為什麼人家會知道這位就是康明生 因為他的相片旁邊有一個藍批認證 那就肯定不能假的 不是人家扮演的 我們一般平民百姓的Facebook 就不會有任何認證 但是那些名人的Facebook 名字旁邊或相片會有一個藍批認證 那這一位 刻好就是有一個藍批認證 不會有假的 到底他自己留言 那些人批認證 為什麼會引起軒然大波 他是這樣寫的 說漢生罵得好 寫得好 說出很多香港人的心底說話 現在大部分香港的年輕人 就是對自己的行為不負責任 全部都是一個字 姓賴的 他竟然間一足高打一船人 這個當然有問題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長期都反對 以年齡層來劃分 到底是一個人是否廢 故此大家在我們這個節目當中 永遠不會聽到我們用廢老 廢中或廢青這些不科學的詞彙 實際每一個年齡層 都肯定有些是進步的人 有些是廢人 絕對不能以片概全 你漢明生現在去飾演路人甲留言 就踩下了大部分的年輕人 實請你這種所作所為 和美心太子女五淑青 說要放棄一兩代的年輕人 又有什麼分別呢 故此他這一番言論一出 馬上就遭受到大規模的恥笑 因為他用錯身份 以及遭受到猛烈的評擊 為什麼 因為他的言論說到 說漢生講出了很多香港人的心底說話 大部分香港年輕人 是對自己行為不負責任 到底你所說的年輕人 是否包括在過去大半年 參加抗爭行為的年輕人 到底你說反映了很多香港人的心底說話 是不是在說那些沉默的大多數 是不是在說那些藍絲 我們一般的香港人 就很少有這種心態 就不會斥責大部分香港的年輕人不負責任 你這一番言論很明顯就是要為了迎合那些藍絲 因為那些心藍最喜歡斥責年輕人 就按個花名給他們 叫做廢青蟑螂 你這些言論正正就是臭味雙頭 可以 這些當然不是穿作附會 因為他在去年的十月 也曾經被人斷政 原來他在微博和Facebook上 他在扮演一個雙面人 在微博上 到底是韓明生說什麼 十月一日就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慶 韓明生竟然出了一個這樣的貼文 在微博上 他說 祖國是暴育我們的母親 是生命的搖嵐 是每一個中國人的驕傲 在慶祝你七十週年華誕之際 我熱血沸騰 絲水澎湃 每當我們仰望五星紅旗 每一次唱起國歌 愛國之情就在我們心中之旦 哇 你真的看一下他 是不是完全反映得出那種愛國的熱情 是不是 Hashtag更厲害 寫著我愛你中國 讓我們一起向祖國表白 祝願祖國泛榮昌盛 而且還附帶一條影片 就是我的祖國 這首歌 著名的紅歌 一條大河 薄冷寬 風吹豆花 香兩岩 嘩 好聽 嘩 你河明生在微博說這些話 還有 就說 今天民陣遊行雖然收檔 但前居可鑑 或者有人會借行街之名生事 加上警方昨天收網 或者會再有人生亂 未與囚謀 支持警方戒備 隨時執法 這就是河明生在微博的言論 至於他在Facebook又怎樣呢 他Facebook又說 英國人管治我們香港一個半世紀 都從來沒有出現過自取其辱 自毀長城 比較起香港回歸祖國22年的管治結果 原來歷史的進程 不是必然的進程 是會退步 劣化 而且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黃台之瓜 趕快死了 讓我們休息一下 行不行 大家看到 原來他在微博上飾演小粉紅和愛國者 但回到Facebook那裡 就扮黃了 這種雙面人的角色 當然會兩面不討好 故此他在去年10月的時候 已經被中國和香港兩地的網民罵爆了 當時他有解釋 他就說 我就是我 我是香港人 亦都是中國人 更加是地球村的人 我會繼續為香港人發聲 全力支持民主自由法治的追求 終身追求普世價值 而他的微博戶口 就是由一個專業團隊來管理 每次的貼文並非由他親自讚寫和轉發 由於大陸有網絡法規管 微博貼文不能照抄Facebook內容 所以就不存在兩家茶禮和雙面人之說 當然他解釋得那麼牽強 就沒有人信服了 是不是 你那個所謂的專業團隊 可以幫你唱我的祖國嗎 難道那個是AI那些假人 是你自己唱的 對嗎 而且你又說到 慶祝七十周年華誕 說到鬼那麼激情 假如你真的有聘請一個專業團隊 難道人家亂寫一通 你都完全不去過目嗎 不單止我不相信 大部分的網民都不相信 而且在你今次Facebook 公關災難當中更加顯示得出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專業團隊 怎樣專業團隊 竟然可以用錯你的真實身份留言 這次又賴專業團隊 當然他這次未發聲 但我覺得無論做甚麼都好 最重要的言論是要忠於自己 說一些自己真真正正相信的事情 不要在微博上說愛國 在香港Facebook 說英國人的管治如何好 好像你現在這樣就露餡了 是不是 是否先 猛斷的香港年輕人 又說這反映得到大部分人的心聲 那你那個大部分人很明顯 就不包括黃絲 那你何苦要去扮黃呢 實在是太過屈袖了 好了 接著就說一下這個林鄭月娥 今天她開行政會議之前 就走了去見記者 有記者問到她 到底有沒有計劃或時間表 要在她的任內完成23條的立法 林鄭就說了 她就說了 在這個基本法頒布30周年 香港特區成立超過22周年之際 一條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性條件要求 我們都未能夠達致 這個當然是可惜和遺憾 但正如我所說 今天我們的精力 整個政府 整個社會的精力 應該放在防疫工作方面 即是說 她根本上就有意去推動相關工作 只不過現在就搞出個大頭髮 所以這個進程就要延遲 她還說到 過幾天就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的大日子 但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 政府原先一些推廣和宣傳基本法的工作和展覽 都要推遲舉行 林鄭就吹捧到這部基本法天上有地下無 問題是基本法都有很多條 基本法第45條和第68條寫得很清楚 分別就是最終達至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普選 到底何時對現這兩條的承諾 孟金正是最早在23條的立法 對於第45條和第68條所寫的東西 就好像一籌莫展一樣 這些根本上就是輸打贏要 而且金融時報說 3月林鄭會下台 這個消息已經是破滅了 我們早前已經分析過 根本上我也不相信她會在3月下台 而且23條最好的立法時機 也不是在7月之前 因為立法會的會期到7月就結束 要放暑假的了 接著9月就去選舉了 如果現在貿貿然說23條立法 肯定就會拖累建制派的選情 而何君妖那些人去搞23條街站 很明顯是為了她自己的選舉工程來做 其他建制派都不肯落答 好了 最佳23條立法時機是何時呢 當然在立法會選舉之後 然後在林鄭的任期之前 來推動就最好了 林鄭又可以接同23條的硬任務 所以林鄭短期之內一定不會下台 這是我們早前已經分析過的了 林鄭很可能也會搞定這23條立法 才拍拖子走 所以今屆立法會選舉就非常之關鍵了 因為非戰制派一旦可以拼到過半數的話 就可以在議會內否決政府的議案 包括23條的立法 不是三分之二的 過半數就可以否決或者通過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出來投票才行 不要誤信白票黨的殘言 一會又說要招土投建制 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至少非建制派在立法會過到半數 街頭抗爭的壓力都可以得以舒緩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